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我会去分享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以及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操作思路 还有我们的一个LUNA的一个操作 LUNA一个归零的一个信号 已经给到了 上个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LUNA是接近要去归零的 不要去轻易去抄底 那确实是LUNA现在已经跌到了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话 比特币要跟随每股继续进行联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日线级别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思路是吧 整体思路的话 比特币的话已经进入了一个 大循环的一个周期里面 一个什么大循环 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大循环的 一个下跌的一个通道当中 是吧 并没有去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走势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 下跌的一个信号 下跌的一个信号已经去 逐渐去打开了 那么它的一个上涨趋势 其实已经是被在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破 打破了以后 在一个44,000多美金打破了以后 虽然它这个位置下降通道 而是形成了一个上涨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上涨通道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它逐渐是已经失去一些平衡了 在这个位置逐渐是打破这个40,500美金之后 一路的去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的话 它的一个深度是非常深的 直接是插上来是吧 而且的话接近一个垂直的状态 接近一个519那一波 直接是垂直下来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是有点相似的 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是说的吧 之前我们回顾一下512这一波的话 它反反而最高之后 反而之后随后出现一波插针 直接是从这个59,000美金 一路是下跌到一个29,000附近 最低的位置是回到了一个 29,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是吧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是在这个位置之后 69,000的后 直接是跌到这个26,000 直接是跌了 接近670的一个跌幅 是吧 那目前的话 它来到这样的位置 会不会继续向它跌呢 它以及下方的支撑在哪里 虽然我们不能预讯 它到底是跌到哪个位置 是吧 在哪个位置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去知道 它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支撑位置 以及它这个的反弹 一个压力位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定 用这些方法去判定 这个趋势怎么走 趋势怎么走之后 我们就顺势而为去操作 是吧 包括之前 我在这个上方的位置 就是叫大家进行 如果跌破这个白色支撑的话 就可以就疯狂做空 如果你在上方做空下来的话 目前的话 已经有14,000多点的一个盈利的空间 是吧 一路做空上来 是吧 那么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现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跟上我们的会员群的一个时操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是吧 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 而且的话 它逐渐去之前 它这个位置 说的这个位置 它已经是跌穿了 是吧 跌穿了以后 跌穿了一个35,000美金之后 它跌的更深 直接是跌了1万点 在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从整体来看的话 它一直是呈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的 没有出现一个日线级别 是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那么我们从四条级别 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通道的一个产生 四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下降通道 但是它这一波的话 它是有一个下方是有一个支撑 也是在一个26,700美金位置是有一个支撑 但上方的一个阻力 其实是在一个3万美金附近 说说它有可能会再去反弹 触碰这个3万美金的一带 能不能占本的话 我们要去看情况 去试而定的 它短期来看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不错的一个反弹 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可能不是很大 如果没有突破这个上方这条白色的一个压力的话 它的反弹力度不是很大的 突破这个白色的白色的四手级别 这个压力的话 没有突破的话 它的一个反弹力度都不会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反弹在突破这个白色的支撑的话 它是有机会能够到达哪个位置 是吧 我们说的是有机会 它不一定能够到达一个33,000美金 这样的一个高度 但是我们可以去预测一下 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机会是非常小 最终非常小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的话上方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33,000美金 30,300美金附近是压力非常大 短期之内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反弹 虽然反弹的话 但是下方的支撑 营就是逐渐是变得越来越低 所以说现在的空头还是比较猛 短期之内的话 从一小时级别或者四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有一波反弹 它有可能会触及这个3万美金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总体已经进入了一个熊式的状态 是吧 它要跌的话 也可能会跌得很深 可能会跌到1万多美金 是吧 这样一个水平都是有可能的 一下子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一小时级别有没有超出机会 一小时级别的话 它这个位置进行力不反弹 但是它没有触及到上方的一个3万美金的压力 是吧 能也认为的话 它会触碰一下3万美金的高度 然后再选择一个方向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要去量力而为 在这个位置之后 如果它这个位置触碰之后 向下低的话 我们就顺势在这个位置做空 是吧 如果在位置突破以后 它能够站稳出现一个阳线的话 让我们在这个位置能够去进场 去做多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目标一定要设置在一个3万一件多美金 就是1000点就差不多了 不要贪图太多 不贪太多是吧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 大家都明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Luna Luna我们是上个视频 我们说过了是吧 它要进行了一个归零的一个状态 那确实是它现在已经跌到一个0.003附近了 接近一个零的一个状态是吧 那个上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它跌破的这个位置以后 它可能又去归零了是吧 上个视频能也说过了 Luna要进行一个归零 那么确实是Luna要归零是吧 确实要归零 那昨天还是在这个5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它逐渐是跌到零的一个状态了 大家不要去轻易去抄底 因为下方基本是没有低的 这种爆雷的一个事件的话 基本上再去反弹的话很难 毕竟那个稳定币的USD USD的话都已经爆雷了 你再指望这个Luna能够翻起来的话 有点困难确实是困难难度是非常大 是吧 不要去送入这个火葬场是吧 能空就空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没点击关注去关注能源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去点击去关注能源 或者是在能源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顶值下方的话 有一个顶值链接 顶值链接里面有我们的一个BG的一个BG的一个交易所 BG的交易所注册以后 最高可以去免费去领取3000美金的一个体验金 注册的话 它是一个能够去免这个手续费 40% 而且用平台币减免更多 你用这个交易所的话 还可以去万分之三的一个手续费 那么是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的话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用这个交易所的话 加入能源的会员的话 会有是更多的一个福利 是吧 那么具体的话如果你要加入会员的话 我会详细跟你说的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先送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点点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